反應仍然是相當熱烈和明軒 沒錯,看到旺角場 今天依然是全場爆滿 我們先看看重頭戲 就是由香港代表隊 硬撼香港聯賽選手隊 旺角場,全場爆滿 近6300球迷入場支持 證明本地足球一樣有吸引力 林家衛傳給傑子的好拍檔盧君二 跟出營的機師站撞在一起 要換出了 鏡頭一轉,入球出現 福田建議將入球送日朗領先1比0 這個日直外援之後再有機會 推順之後起腳被黃震盼飛身活收 這場可以說是表演賽 亦為港隊下個月作客卡塔爾的 世界杯外圍賽被戰 不過看來防守上要多關注 這場已經不止一次 被對方的費難度找到缺口 終於在35分鐘 再一次被攻破大門 替港聯拉開比分的是迪亞高 港隊也不是沒機會的 好像這次快速反擊一樣 羅廣威門前起腳 僅僅儲觀出界而已 剛才提過了 輝蘭道多次找到缺口 表演不僅是搶鏡,還入球 速度多快 對,推過文門將之後起腳 那球中外處入網 港聯贏到3比0 他們原本可以很快入球 但是南韓外援尹東軒 將鑽石機會流走 3比0真的不是最後的比分 完場前10分鐘 尹東軒傳給亞道域搶點頂入 港聯最終以4比0擊敗港隊 而組場方面 就有香港經典選手隊 對經典外援隊 加上炮製五個入球 長球只是打40分鐘 紅衣的經典外援隊 靠三角短傳開紀錄 法比奧先接應機補的傳送 再跟迪天奴撞牆 然後快門將一步射入 領先1比0 迪天奴這場表現夠搶鏡 之後再迎頂角球 製造明顯鏡頭 現任香港代表隊主教練金沛坤 開角球 落點亦相當的總盛 這邊雙香港經典選手隊 亦有李健和全中 歐偉倫盈頂 被人進卓出 兩隊之後鬥功又是迪天奴 招牌聽電話的慶祝動作 再一次呈現大家眼前 之後輪到哥連斯表演 先用身位壓贏對手 再踢起個球 順勢頂入空門 公家還不在 入球停不了 艾迪之兵傳送 快一步取得右角任務 給分拉開到4比0 香港經典選手隊 都在原場前 為觀眾呈現高水平的入球 譚笑偉招牌的入球方法 本地民宿和經典外援 加上拋製五個入球 球迷們收貨了吧 對手 都在收貨 都在用身位置